美國聯邦參議員科頓和布萊克本 週三共同提出一項安全校園法案 針對中共海外人才招聘項目 如千人計劃參與者進行簽證限制 法案將禁止這些中國公民 取得美國理工科研究生以上學位的學生簽證 法案還要求把中共海外人才招聘項目參與者 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聯邦眾議員庫斯托夫將在眾議院提出相似法案 另據美國媒體消息 川普政府正計劃取消數千名中國留學生及學者簽證 因為他們與中共軍事院校有直接關係 被視為身份可疑 據官方估計至少三千人簽證將受影響 近年來中共利用海外學生學者 切取美國重要商業和科研機密 引起美方高度關切 麻省理工學院最近公布錄取榜單 沒有一人來自中國 斯坦福大學則取消了在中國大陸面試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